除了說我們可以用Excel裡面的函數 那這邊會用到Date函數啦 跟Left,Mid,Right 不過也蠻麻煩的 那假如說你這個資料經常會需要下載 然後經常需要下載完之後 如果還要手動變 那有點是一半啦 所以通常還是建議 就是自己再寫個VBA去完成這件事 所以我把重新資料再下載一下 比如說像這樣下載 下載完之後你會發現 日期還是又錯 那怎麼辦 那邊你畫再來一次那其實頗麻煩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錄製聚集啦 不過我是覺得錄製聚集 有時候效率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可以寫個修正程式 那我想到的方法其實就是怎麼樣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做 有點類似像剛剛的Date函數 我先Run一下 這個自動跳欄寬可以暫時先把它註解掉 好 那我Run一下 OK 類似像這樣 對 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有加一個 藍寬自動調整 它這個地方 它的藍寬就會不足 主要原因是因為多了兩個斜線 那其實我主要是多兩個斜線 也就是在前面中間後面串兩個斜線而已 OK 那所以呢 寫的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 我就是在這個地方寫個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列 向下追蹤 然後呢 那針對這個儲存格做什麼呢 就是Sales 我先把資料一樣 重新下載一下 OK 假設我更新過 然後呢 主要關鍵是這一行 那我要 把這個資料 的前 一樣嘛 前四個字 所以一樣用Labs 那哪個地方的 就是它本身的資料 所以再把它本身的資料 這四個字 那主要是中間串什麼 AND 這個斜線的部分 AND 那那個斜線架一下 然後再AND 然後呢 在中間兩個字 中間兩個字 MID 一樣喔 其實跟剛剛的那個 在Excel的邏輯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呢 Excel裡面 是加了那個Date函數 那在VBA裡面呢 其實不用啦 串在一起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Excel這個 蠻特別的 儲存格會偵測 如果有斜線 它就會認為是文字 自動幫 它就會自動認為它是日期 自動幫你轉換成日期 這個比較特殊一點點 AND 然後一個斜線 然後再AND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一樣 Write 然後尾巴就兩個字嘛 所以把這個資料 然後d0.2 OK 那它就會把 幫我 誒我看一下是不是掃 這個掃 語法錯誤 後瓜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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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 Naps 就是抓前面的四個字 and這個 這邊啦 這邊後面有 有和漏了 痘點 第五個字 取 兩個字 OK 這都剛剛忘了 把它完成 OK 好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 寫的時候還是要非常的仔細 OK 好 那我們最後的話呢 利用這樣的方式就可以把 一個一個 先把這個資料 讀到這邊來 串串串 那其實它的運作流程一定是把這個串完之後 然後再丟到指定的組織 就把它蓋掉的意思 所以 丟過去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有斜線 那等於是多兩個斜線 所以它的寬度變寬 所以為什麼我底下會多加一個自動調欄寬 針對A欄 Colens刮弧A 點AutoFit 那就是因為寬度不足 OK 那你會發現丟過去之後 你游標放在上面 它就會自動幫你改成是 日期格式 這還蠻特別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所以你將來 VBA只要丟過來 有斜線 而且它是符合它要的規範 它就會知道說 所以不需要特別用Date去轉型 這點導致比較特殊 其他都一樣 我們就分別把 這個地方全部OK的 那AutoFit 甚至你可以在下載匯率的地方 直接再打一個call 也就是說你下載完之後 自動把這個修正日期 把它放在這裡來 讓它怎麼樣 下載完之後自動修正 那這樣的話就不需要說 還要執行這個 不用啦 直接就執行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再加一個主程式 把兩個放 也可以啦 但因為寫法其實還蠻彈性的 主要就看大家哪一種 寫的方式 比較習慣 就不要寫錯就好了 所以程式其實有時候 看客人習慣啦 所以不同的人寫出來的程式 最後結果也都不一樣 OK 那OK 第一個問題解決啦 像剛剛那個 會有重複名次的 剛剛蘇選有提到 用那個Do Until也可以啦 就是說那個難度 不曉得 大部分同學是不是對於度回圈 也很熟悉 如果不是那麼熟悉的話呢 可能現在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就是說 盡可能當然寫得越簡單 不容易出錯 邏輯又正確的話 那當然就是好方法啦 只是可能 再思考看看嘛 如果再是 想不到更好的方法 那可能就是還是要 再寫個這個 渡迴圈 把它加在那個 這個程式裡面 做邏輯判斷 好那這個地方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第一步就OK了 那第二步的我希望 在這個地方 旁邊 我們希望加個圖啦 那這個圖我剛剛提過啦 就是乾脆比較好記 就是10個欄寬 10個欄 10個欄 然後位置剛好就是中間間隔1個空白欄 放在這個M1的 左上角 OK所以呢 你將來可能會需要 給那個圖 總共應該有 幾個訊息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說你的圖要放在哪一個座標 那座標基本上會需要兩個參數 一個是水平方向 一個是垂直方向 那通常會利用M1的什麼 M1Labs M1的那個什麼 左邊這個位置 等於是左邊這個座標 跟M1的Tub 也就可以抓到它的座標 那第二個的話呢 寬度多少 10個欄寬 所以我們可以用M1這個圖存格的寬度 把它乘以10就好 這寬度喔 所以可能你需要 然後知道這個寬的這個屬性如何去寫 OK 然後再來的話 高 高也是一樣 那你如果知道 這個儲存格的高這個屬性 叫什麼的話 你把它乘以10 也OK 所以 會圖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實在是完全不會的話 我建議各位 第一個 你可以先把什麼 一樣用錄製聚集的方式 但是錄製聚集 跟各位講 就是說 因為像我剛剛提過那個 坐標跟寬跟高 你不要用滑鼠去移動 或者是去拉它的大小 為什麼 因為你錄下來的東西 一定會慘不忍睹 因為錄下來的東西 成是一大堆 但是最後不能用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將來你那個滑鼠的動作 他每一次做的 這個效果 可能 稀微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沒辦法很精確 所以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們可以先錄完之後呢 自己再加這個需要的程式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需要錄哪些地方 我跟各位講 第一個的話 就是你 錄你要的那個 摺線圖 就是你圖形的類型 然後 來源給他 這樣就可以 錄下兩行 程式就OK了 我們來錄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想要先錄一個 就是美元的匯率 美元對新台幣 所以第一個的話 請你先把A1跟 B1選起來 然後Ctrl Shift向下 OK 所以第一個先修正那個 記得一定要先修正的日期 如果沒修正的話 沒辦法 繪製出 正確的摺線圖 第二個的話 就是 把範圍選起來 記得喔 選完之後呢 你就錄製聚集 所以先 先選好了 因為不需要把 選取這個動作 錄進去 因為他會 自動去抓到 你 你只要插入這個 圖表的時候 他就會抓到範圍 所以不需要特別 把這個動作錄進去 所以我們就是先 開發人員 錄製聚集 先選範圍之後 錄製聚集 然後給一個名稱 也許叫什麼 叫美元 折線圖 美元 折線圖 按確定之後 就開始錄製了 錄的話呢 第一個 插入 我找到那個 建議圖表 然後裡面 我找到所有圖形 裡面的 折線圖的 這一個 OK 按個確定就好了 按確定呢 其實就錄製完成了 好 這樣就OK了 那你說位置要不要移動 各位不要移 因為移的話 他變成 錄下來那個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錄下來的東西 一定會 我錄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呢 調整寬跟高 將來這個數字 可能 沒辦法用 假設我這樣先調一下 然後停止錄製一下 你會發現 再到這邊的話 美元折線圖按編輯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 主要的就是這兩行 這是繪圖 那底下這兩行是什麼 Increment Left 174 所以變成說你這個位置 他是用什麼 用哪個圖的位置 再增加幾個 所以 將來這個說真的 即便可以用 也非常難用 另外的話 這個是 他的 左邊位置 水平位置 跟垂直位置 然後 另外的話 這是他的高 這是他的寬 所以理論上 這些訊息 通常 我不喜歡用 所以把它delete掉 那我留下來的話 上面註解拿掉 主要就是這兩行就夠了 這兩行其實 就決定說 你將來這個繪圖 比如我現在把這兩行好了 留在這兩行 然後執行他 你會發現 把剛剛的圖 delete掉 他會幫你 再畫一個圖 那只是說呢 這個畫出來的圖 他有幾個地方不足 第一個啦 我希望他能夠放在 哪裏呢 放在M1這個位置 的左上角 第二個的話 寬度 幫我設定成 10欄 10欄大概就是 應該到V吧 然後列的話 10欄好了 類似像這樣 把這個圖 放到這裡來 然後10欄寬10欄高的話 那我應該改哪些地方 特別注意喔 那接下來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這兩行 第一個 物件應該 蠻熟悉的吧 Active Share 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裡面的話呢 產生一個 Sharp 物件 所以主要畫圖 就是Sharp 物件 的哪個方法 特別注意喔 點後面就是 Add Char 後面加個2 所以喔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可能會有版本的 差異喔 印象中是 Excel的2010 以前的版本 好像是Add Char 它沒有2 那新的版本 才是Add Char 所以喔 新舊版本 可能會不相容 所以如果假設你用的版本 太舊的話 可能 還是要試著錄錄看 不過原理原則都一樣 那 只是改的那個方式 你們再試試看好了 參數大概就是加幾個 那主要加幾個 我其實也是查 查這個 Add Char 的這個方法 比如說我游標放上面 按F1 其實它會跳出一些相關說明 你們可以再會查一下 那裡面的話會跟你講說 喔 這個 後面的參數 第一個就是 Style Style的話 就是說它的 這個 圖的一個 形態 然後呢 它的 Chartype 這兩個其實 一個是數字 一個是 常數 然後呢 另外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後面有 四個 四個 參數 一個是Left 一個是Tuff 所以這兩個是坐標喔 那這兩個是寬跟高 那我 利用這 訊息 我大概足夠 我要看一下 底下 原來這個是可以 自己設定它的位置 所以呢 我乾脆自己寫上去 但是如果你是Add Trial 可能你們一樣 按F1 稍微查一下 看一下它的 Left Tup 跟 寬跟高 那怎麼改 特別是喔 只要你會改 就夠了 比如說我希望呢 幫我把位置放在那個 M1這個位置 所以呢 我如果要放在M1的話 那我就逗點 跟它講說 我的 位置 要放在M1的 左邊 左邊這一條線 所以呢 敘述方法就跟它講 哪一個儲存格 那那個儲存格用Range好了 我們用Range的M1 這個儲存格的 Left 所以你打一個Left 就可以了 OK 它就知道你的 左邊要靠這一條線 所以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理論上它應該會畫一個 在這邊 有沒有 它就幫你放在這裡 那再來的話呢 就把它delete掉 OK 再來的話 要放在這裡 M1 所以呢 所以呢 它的 水平位置OK 那垂直位置的話呢 就是再加一個豆點 然後再加M1 所以這邊需要知道一個屬性 叫TOP OK 那這樣的話 它就知道 放在這裡 執行一下 OK了 不過它得到的結果 什麼 資料好像不太正確 不過等一下再來改 好吧 我在想說應該是它的 如果你這個錯誤 通常是這個範圍不對 Ctrl向下 28 這個B28 這個B28 這個等一下再看好了 好 那我們 已經可以把這個圖 放在我們指定的這個 M1上面了 所以坐標沒問題了 你可以執行看看 這個 它又正確了 剛剛不是現在又正確了 蠻怪的 好 沒關係 好 那再來的話 寬 如果我現在寬要多寬呢 寬要 10欄 現在沒有10欄 我現在頂多1 2 3 4 5 6 6點幾啦 那我要10欄寬的話 那它的參數應該加在豆點 寬的話要 跟這個儲存格一樣寬 那這樣要10個 所以你這個再把這個B字過來 點後面加一個Wis Wi 這邊就有個屬性 那這個得到就是 現在M1的寬 你後面把它乘以10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10欄寬 好那你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得到的就是10個欄寬 那列的話呢 列高現在對不對 列現在13 太高了 我不要那麼高 所以呢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在後面再加上 多高的一個訊息 那高度的話 豆點 那一樣啦 利用這個啦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是用M1當基準 不能隨意調整 如果調整的話 它的寬跟高就跑掉了 然後呢你就給它一個height height是它的高度多少 那我要10列的話就乘以10 那當然前提是因為它每一列高都一樣 所以我們就乘以10剛好就10列 按執行 OK你會發現它就剛剛好 畫出來的圖 就是這麼 這麼的大 OK 當然你會發現我畫好幾張 可是你要手動一直刪很麻煩 所以我建議啦 你乾脆可以順便call一下 刪除 刪掉所有的圖的話 在那個雲端上面 也有那個程式碼 那這個可以當範本 因為我覺得這還蠻好用的 在雲端上面 這邊有一個 這個刪除 刪圖的 這個sub 那實際上啦 這個sub呢 它其實主要 就是先檢查一下 這個 ActiveShoot 就是這個工作表裡面 它的那個 Char Objects 所以這個又多一個Char Objects的一個物件 也就是檢查一下這個裡面 這個工作表裡面呢 所有的圖 當然可能特別注意喔 所以你用這個的話 就是會 所有的圖都刪掉 那假如有些要保留 你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你就變成說 你要 告訴它說 到底是第幾個 Object 或者是那個Object的名稱叫什麼 OK 不然的話 它會誤殺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全部都刪 所以呢 我就是先知道說 它這個 工作表裡面 只要它 點count的是它 算完所有的那個圖 大於零 的意思 那就是幫我把裡面的一個 就是全部刪掉的意思 OK 所以我們把它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幫我把 這裡面的 所有的圖都刪掉了 OK 那如果再執行一次 那你會發現呢 美元的 折線圖 就會剛好放在 指定的位置上面 那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如果說 我要把人民幣也劃到這邊來的話 那人民幣該怎麼做 當然呢 你不用傻傻的再錄製一次啦 其實只要改動一下就可以了 那至於要改哪裡 其實理論上應該就是把這個sub 複製貼過來 然後改成人民幣 那另外後面可能 第一行應該不需要改 主要應該要改這個地方 它的sauce Sauce怎麼改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 美元折線圖部分先試試看好了 那可能會比較有問題的應該是 版本 如果你們版本比較太舊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 可以跟我雲端上面訊息 這個程式碼一樣 但是如果你 假設你的版本太舊啦 你可能要 自己再按F1去查一下 就是 寬 它的什麼 坐標 跟它的寬高 自己再把正確的數 就是 程式填上去 一樣可以得到 需要的結果 試試看